公元1399年 也就是建文元年 燕王朱棣起静难之意 历经四年最终击败了建文帝朱允文 自己由藩王敬畏成为皇帝 将明朝地系转移到自己这一脉 朱棣的静难之意历经四年 在当时可谓是举国皆知 那么明太宗帝 明太祖朱元璋其他二十多个儿子 当时在干什么呢 朱棣的兄弟们 为什么在当时记载中 鲜少露面呢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大作用 也就是一个宁王比较出名 要知道明太祖朱元璋 当年大肆分封藩王 使他们拥有兵权 以共为中央朝廷 按说静难之意这种内乱 其他藩王会成为举足轻重的 第三方势力 但结果并非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安芝今天来具体说一说 一 部分兄弟 韩太子朱彪 已经逝去 或者早邀 共八人 明太祖共有二十六子 朱棣排行老四 在其静难之意之时 已经是强翻之首 说明他前面三个哥哥已经逝去 这三个哥哥分别是 大哥一文太子朱彪 二哥秦王朱赏 三个秦王朱刚 朱棣还有两个弟弟早妖 分别是九弟朱继 二十六弟朱男 还有三个弟弟非正常死亡 分别是八弟 唐王朱子 十弟鲁王朱坛 十二弟湘王朱白 八弟唐王是因为岳父于贤 在胡维庸案中被杀 他害怕牵连到自己 所以惶惶不安之下 被父亲朱元璋召见 误以为要自死自己 害怕之下 竟然与妃子自焚而死 十弟鲁王则是年纪轻轻 因为信道教 扶金丹而死 朱元璋认为鲁王太过荒唐 还为其上一号为荒 十二弟湘王则是因为 建文帝朱允文消翻 以意图谋反罪来对自己下手 所以选择了自焚 来以死明治 这么算下来 在朱弟起兵时 已经有八个兄弟逝去 而这八个兄弟之中 太子朱镖 秦王 晋王 鲁王 都有后人在 太子朱镖就不用说了 继承者就是建文帝朱允文 二代秦王朱上炳和二代晋王 朱继喜 比较倾向于建文帝朱允文 所以朱帝登基以后 先将朱继喜隔去晋王爵位 又将朱上炳的王府 又将朱上炳的王府官吏 都逮捕至罪 警告道 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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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姬无后 王免之 吓得朱上炳连忙朝见 朱帝谢罪 才是保住了王位 至于二代鲁王 朱兆辉尚且年幼 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明确立场 反而是因此落得一个好下场 朱帝登基以后对他还不错 二部分藩王被废 共四人 建文帝朱允文登基短短几个月 便是连销五王 有着朱帝的五帝 周王朱素 七帝齐王朱富 十三帝代王朱贵 十八帝明王朱便 还有前文中交代的十二帝湘王朱柏 也因此自焚而死 被废的四位藩王之中 周王朱素是朱帝的同母帝 肯定是支持朱帝的 只不过被废 所以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 三 部分藩王年纪尚小 并没有就藩 共六人 朱帝起静难之意时 有六个兄弟因为年纪太小 并没有就藩 还留在南京城 这六位分别是 十二帝朱松 二十一帝朱魔 二十二帝朱赢 二十三帝朱京 二十四帝朱洞 二十五帝朱仪 这六个兄弟因为年纪尚小 没有就藩 留于南京 自然是被建文帝朱远文 给廉家看管起来了 没有权利 更没有话语权 在当时属于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起不到任何作用 四 被迫支持朱帝共一人 明初藩王之中 实力较为强大的是 边境上的九个藩王 视为九大赛王 宁王朱全就是九大赛王之一 封地在大宁 史书记载 假兵八万 战车六千 燕王朱帝起兵以后 宁王态度暧昧 朱帝去了大宁之后 趁其不备将其绑架 进而控制了他的军队 使自己兵力大增 按史书记载来看 如果没有朱帝这出出奇不异的一招 说不定宁王也想参和进来 来夺取天下 不过朱帝如此出奇不异 宁王只能是被迫支持他 宁王的下场也不太好 虽然他出力不小 但是也受到了朱帝的猜忌和不信任 所以朱帝登基以后 将朱拳改封于南昌 并加以打压 朱拳的后半生并不好过 最终是欲语而终 五 部分十拳藩王 要么中立 要么支持建文帝 要么墙头草 共六人 说到这里 已经交代了十九位藩王 而剩下的六位藩王 则是属于有一定影响力的藩王 他们各自选择了中立 或者是支持建文帝 或者是墙头草 随风岛 朱帝的六帝 楚王朱珍在当时属于十拳派 坐镇武昌 选择的是中立 没有明确倾向于朱帝 或者建文帝一方 不过这对于朱帝来说 已经是很不错了 随朱帝登基以后 朱镇的待遇还不错 十一帝属王朱春 身在天府之国 属于中立派 性难之后待遇也不错 没有受到打压 十四帝肃王朱英 是九大赛王之一 可以说是十拳派之一 建文元年因为封地太偏远 请求一阵兰州成功 忙着搬家 并没有参获静难之意 十六帝庆王朱瞻 属于明初九大赛王之一 但因旧藩时间晚等因素 其实并不是多么强大 在静难时选择了中立 以上四位藩王兄弟 属于中立派 剩下的十五帝 辽王朱直属于是明确支持建文帝 朱允文的藩王了 朱棣起静难以后 建文帝害怕他支持朱棣 召他入京 朱直便从海陆来到南京 封地被改为荆州 静难以后 朱棣对朱直进行打压 薛奇护卫 但丸景比备受打压的宁王来说 好太多了 朱棣的十九帝 古王朱惠则是一个墙头草或者说是野心家 静难之一刚开始时 支持建文帝朱允文 听从其安排 后来朱棣一路攻至南京城下 古王建士便开京川门迎朱棣进城 后来意图造反 被朱棣数为废人 于宣德年间死于狱中 最后总结来说 明太祖朱元璋大肆分封的朱王 在静难之一时 并没有成为第三方势力 这其中原因是复杂的 有着十全派藩王逝去的原因 像九大赛王中 秦王和静王当时已经逝去 不然若是他们在 无论帮朱棣或者建文帝 都足以影响整个大局 有着很多藩王年纪上小 没来得及旧藩 没有十全的原因 更有着不少十全派藩王 选择中立的原因 因为建文帝不放心他们 没用他们对付朱棣 他们自然乐得作弊上官 而从中也可以侧面看出 明太祖朱元璋的分封制 虽然被很多人所诟病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 不然的话 燕王朱棣骑兵 其他藩王肯定会响应 或者成为独立于建文帝朱允文 和燕王朱棣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进而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为 汉之七王之乱 西境八王之乱那般乱局 但这种乱局并没有发生 虽然原因很多 但本质上来说 有个关键原因 在于明太祖朱元璋 在分封制上已经限定了 藩王的权力 他们只是公卫中央朝廷的定位 而非汉靖时期那种 强大到宛若国中之王的藩王 只不过明成祖朱棣上位以后 因为害怕后世再出现 效仿他的藩王 所以对藩王制度进行大改 削其兵权 使其从公卫朝廷定位 成为混吃等死的存在 发挥不出一点作用 还成为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 使藩王制度成为后世诟病明朝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来说明太祖朱棣上位于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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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